心灵蜜豆奶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我是刘群茂 今天要和大家分享 报酬最高最快乐的工作 在台湾有一位演员和主持人 曾获得娱乐综艺节目主持人金钟奖的肯定 他的名字叫做郭子前 而在这亮眼的成绩背后 是他辛勤努力的结果 也因着努力拼事业 使他与家人相处的时间少之又少 有一次他的太太提醒他 如果再这样下去 父子俩早晚会变成彼此生命中的过客 郭子前听进去妻子的话 从那天之后 不管前天多晚睡 他每天早上都会准时五点五十分起床 叫醒儿子 为他穿好制服 在为儿子热好太太前一晚精心准备的餐点 厨艺不佳的他 偶尔也会为儿子烤吐司煎壳包蛋 就这样父子俩面对面坐着 专心陪伴彼此吃早餐 聊天 享受每天四十分钟的幸福时光 郭子前说 他每天早上一定会问儿子两个问题 昨天在学校过得好吗 而今天又有什么好玩的事呢 用来了解儿子身心是否健康 过得快不快乐 而对郭子前而言 幸福是扎扎实实地 用双手感受儿子的成长 因为郭子前明白 再过几年 儿子就要迈入青春期 而之后呢 或许就要离朝了 所以分外珍惜 眼前能与儿子好好相处的时光 把握当下的陪伴与关心 努力不让儿子学坏 健康快乐地长大 郭子前说一天四十分钟很短 但乘上两千五百多天 就有十几万个小时 足够在一个孩子的成长岁月中 除备向前走的幸福动力 亲爱的朋友 爸爸是所有男人的最高头衔 因为父亲不仅仅只是供应孩子 十一柱形的角色 在儿女的成长过程中 父亲的管教和自身树立的榜样 更是孩子一生的典半 所以只有愿意伟生的父亲 才能营造爱的环境 教养出有品格有爱的下一代 而就像故事中的锅子前 他可以选择结束录影后好好睡觉 但为了不错过儿子的成长岁月 每天早晨安排四十分钟的亲子时光 让他的儿子在爱中长大 在圣经里曾经提到 耶和华神将那人安置在异殿园 使他修理看守 意思是男人在家中 要扮演领导的角色 负起看守引导管理的责任 这是上帝对男人的呼召 也是上帝赋予男人的责任 而当男人负起责任 看守管理他的家 这个家就会平安兴旺 亲爱的朋友 多数人对于投资股票感兴趣 但事实上花时间陪伴家人身上 就是天底下最好的投资 时光一去永不返回 孩子在父母身边的时间 其实不过短短十几年 有谁有什么 比你的儿女更配得你的关注呢 今天 鼓励每位做父母的 投资时间在你的孩子身上 用心在你的家庭吧 我相信 当你全力以赴 累积幸福存款之后 你渐渐地就会发现 父母亲这个角色 是世界上最有挑战性 也是报酬最高 最快乐的工作 父亲怎样连续他的儿女 耶和华也怎样连续敬畏他的人 亲爱的朋友 如果您喜欢这支影片 邀请您于YouTube频道搜寻 心灵蜜豆奶 并按下订阅 领受更多祝福和生活的智慧 以上节目由中广流行网 罗娟大为主持的 早安EasyGo直播 欢宇电台 好家庭联播网 联合播出 夏凯纳林良堂 祝福您有美好丰盛的生命